珍惜当下 感受生命的美好 生活中 我们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最重要的人和事物 直到失去了 才意识到他们的价值 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人们总是在失去后才开始懂得珍惜 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要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 一别等失去了朋友 才知道孤单 我们总是被各种事物所困扰 工作 学业 家庭等等 让我们不自觉地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存在朋友 然而 当我们终于意识到失去朋友的痛苦时 才发现孤单并非只是身体上的寂寞 更是一种心灵上的空虚 朋友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陪伴着我们走过人生的种种起伏 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 朋友一直在我们身边 分享着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 然而 当我们让自己过于忙碌 或者过于自以为是 很容易让友谊悄然淡去 直到有一天 我们惊觉那些曾经无微不至的知己已经远去 留下的只是一片孤独的境地 孤单并非只是失去朋友的结果 更是一种因为忽略了友谊而带来的心灵荒凉 在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远离朋友 但这样的远离往往会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 当我们终于察觉到这份空虚时 才发现生命中有多少缺口需要填补 因此 在失去之前 我们应该更加用心去经营友谊 不要等到朋友离开才后悔莫及 更不要让自己成为不懂得珍惜的人 每一次相处的机会都是珍贵的 都是我们和朋友共同营造美好回忆的时刻 用心倾听 用心关怀 让友谊的火花在生命中一声 灰 友谊如同一棵小草 需要精心的呵护和浇灌 才能茁壮成长 在忙碌的生活中 不妨停下脚步 回头看看身边的朋友 或许 他们正默默地等待着你的陪伴 等待着你的笑容 别等到失去了才懂得孤单的滋味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用心珍惜每一位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 二 别等失去了亲人 才知道温暖 生命匆匆 转瞬即逝 当我们意识到亲人的重要性时 往往是在失去之后 家庭是我们成长的温床 而亲人则是我们最真挚的依靠 然而 在现代社会的繁忙和压力之下 我们很容易忽略掉对亲人的关心和爱意 直到有一天 他们离世 我们才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所带来的痛苦 每一次亲人的微笑 每一次温暖的拥抱 都是生命中珍贵的瞬间 这些简单的表达 却能在日常的生活中燃起爱的火花 不要等到亲人离世 才懊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 现在就是我们表达对亲人爱意的最佳时刻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心和温暖 生活的压力让我们总是忙碌于工作 学业等各种失误 但这并不是忽略家人的借口 相反 正是在这忙碌的生活中 更需要将关心和爱意融入日常 无论是一个亲切的问候 一次家庭聚餐 还是一个深情的拥抱 都是彼此间深厚感情的表现 我们应该学会欣赏生命中的小确幸 将这份感激之心转化为对亲人的呵护 生命无法预测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拥有的当下 让亲人感受到我们的爱 不要等到亲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更加用心地陪伴他们 让我们共同努力 珍惜当下 用行动去表达对亲人的爱意 让家庭成为我们生命中永不褪色的风景 让每一个相聚的瞬间都充满爱的温度 因为在爱的滋润下 家庭才能成为生命中最美好的乐章 三别等失去了爱人 才知道眷恋 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体验之一 一种让人心灵深处荡漾起涟漪的力量 然而 这份美好往往在日常的争吵和误解中 变得蒙上一层灰埋 我们容易遗忘爱情的可贵 直到爱人离开 才深刻感受到眷恋的沉痛 于是 我们明白 原来曾经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我们永久铭记 爱人的陪伴是生命中最温馨的风景 如同一幅画面 悠然而动人 然而 我们不能在爱情的迷宫中迷失自我 而是应该学会珍惜爱人的每一刻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懊悔当初的轻忽 要及时彼此表达爱意 经营一段深厚的感情 因为爱情是需要用心经营的 只有真心的付出 才能换来爱情的长长久久 回首过去 那些微笑 深情的目光都是爱的辉煌瞬间 当我们遗忘了彼此的付出 当爱意被生活的琐碎掩盖 我们就可能在无形中失去了彼此 因此 要用心去体察对方的心情 及时解开误解的节点 让爱情的种子在心灵间悄然生根 爱人的离去让我们体会到失去的痛苦 但也是一种对爱情的警示 在爱情的道路上 我们要学会包容和理解 要在风雨中共同前行 不要让爱变成负担 而是让它成为支撑生命的力量 当我们能够真挚地对待爱情 它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 开出最美的花朵 因此 让我们用心去爱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眷恋 珍惜当下 彼此用心经营 让爱情在岁月的洗礼中更加深厚 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 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因为那是爱的印记 是心灵深处的珍藏 四叠等失去了缘分 才知道一个转身就是永远 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缘分 有的缘分是短暂而美好的相遇 有的则是漫长而深刻的陪伴 然而 在这片交织住缘分的网络中 我们有时候却忽略了一些 或许会改变我们一生的机会 当我们回首时 才发现原来一个转身 就是永远 生命的转折点 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有时候 一个微小的决定 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 但我们可以在当下做出努力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不要等到缘分已经走到尽头 才发现那个转身 已经成为永远无法回头的一刻 每一个人生都是一部独特的故事 而缘分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因为太过匆忙 而错过了那些 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正如诗人所言 别等失去了缘分 才知道一个转身就是永远 这句话深刻地提醒着我们 要懂得珍惜当下 不要因为轻率 而失去了可能影响一生的机会 生活中的转变往往来的匆忙 我们无法事先预测 每一次的转折 然而 正是这些转折点 塑造了我们的人生 或许是一次工作机会的选择 或许是一场意外的相遇 都可能让我们的生命轨迹 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因此 我们应该在能力范围内 积极追求梦想 不要因为懈怠而错失机会 当我们面对缘分时 更应该学会放下过去的执着 勇敢面对未知的未来 有时候 放手并不代表放弃 而是为了给自己 更好的机会和可能性 不要等到一切都成为过去时 才后悔当初的选择 要学会在瞬息万变的人生中 及时调整自己的方向 抓住每一次转身的机会 缘分或许是命运的纠缠 但我们仍然有着自己的选择权 不要等到失去了缘分 才深刻体会到 一个转身就是永远 让我们珍惜当下 勇敢面对未来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结语 生命短暂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可以在当下 好好珍惜 别等到失去了 才后悔莫及 要及时表达爱意 用心经营人际关系 不轻视身边的每一个缘分 人生中的美好 并不在于拥有多少 而在于懂得珍惜 已经拥有的一切 让我们学会感恩 珍惜当下 享受生命的美好